第三集就是像是我們支持的城市博覽會 有很多我們的基隆市的市民 是主動參加我們的公共事務活動 並且他在博覽會當中提出了一些想法 那這個我們就歸在我們的第三集 參與跟共創就是山上的A3長區的 我們叫做參與的製造所 那就是共創的製造所 所以我們怎麼樣從跟社區溝通 一步一步也跟社區人之間的滾動 然後把一些青年也滾動進來 甚至把一些比較難的推動的案子跟建設 也一步一步推動出來 那我就在讚嘆那邊 我說這個是不是青年創意的大學生 或怎麼樣 很多模型嘛 都很漂亮 我就說是不是他們的idea 模型是剛才是有一些設計人在做 我說不是 都是學生 我覺得還不錯 關於是那個模型 他們都還滿有創作 那後來我們就一間一間有在看 有這種計畫真的是不錯 因為本來就是一定要有個希望才有辦法建設 很好 所以我們在做這個事情的時候 就是要去解決所謂的可激性的問題 所以像我們西岸的話 像這邊太平 以後會有嵐車站上來 就是直接從三角下 從三角下的這個西岸的 如果你們下去看主展場 西岸的那個倉庫出來 到那個火車站的北口中間 我們現在規劃那個地方是嵐車站 這次的陳博會啊 我們公司這邊特意做了這樣子的大型的模具 然後來呈現就是我們公司這邊的特色 那我們是以海鮮米粉 然後我們做了一個碗工加一個麵 來吸引大家的目光 對 那我們今年還有推出一個 就最近推出的 有一個海味的香蒜醬 為什麼叫海味 因為我們就靠近基隆 如果香蒜醬是比較普通對不對 那我們加了那個海味的元素就加了魚乾 所以那個香蒜就是跟一般的香蒜是不一樣的 基隆在市場這幾年這樣子的改變 真的是呈現的不一樣 因為本身自己也是從小在基隆長大這樣子 以火車站這個區塊來講 這樣一踏出去就整個是看得到海面這樣子 完全是不一樣這樣子 那你現在一打開以後 你就整個基隆變明亮了 變乾淨變漂亮了 其實差很多 其實我覺得跟幾年前 其實這幾年基隆的改變太多 不只這邊你看河平島 鄭兵渝港 還是我們像那個翔鋒街那個將官宿舍 那個像那邊還有那個曹晉公園 還有像那個常灘里那邊 其實那變很多 其實跟幾年前的變化是差太多了 記者黃日生 基隆報導